真好禮哦 真好禮 當你懂得了 體諒 你的生活在也不會有惆悵 當你明白了 這道理 你心情將會更開朗 全球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的草根普提 香港離台灣很近 火電機八點多久就夠了 很多人都去過香港 你印象中的香港是什麼樣的 國務天堂 美食 娛樂 還是金融中心 觀眾朋友可能不知道 其實香港人對自己故鄉的看法 跟我們想的不一樣 我在香港出生當然是我的家 香港給我最大的感覺就是 每一個人都是很大 自大 城市是很美麗 只是人與人之間就是比較縮離 我們每天看大愛台 每天都用上人的花洗掉我們的心 很多繁瑣的事情都這樣洗去 如果不是我們在這裡遇到很多事情 很多煩惱很多事情 我們就轉不了 所以大愛台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 真的很重要 還有大愛台很多指標性的 我們在海外怎麼樣做奇蹟 我們有些時候都很迷茫 有些時候我們有意見不同 但是你意見不同沒關係 大愛台是怎樣播出來 我們就可以跟著做 真的看著大愛台找方向 很多時候都要 香港的堆田區 每一天都要負荷數萬公噸的分手 香港政府估計 在未來的幾年堆田區都要相繼爆滿 這個就是七多年堆 八多年開放成為公園 但是之後就要繳氣 繳氣就封閉到現在都不可以用 都一直封閉起來 還有這個是這個地方的污水處理 幾十年還在處理當中 封閉了很久了 二十多年了 二十多年 這一棟大樓 以前就是垃圾的墳大樓 因為我們以前做 你知道做很多事情都要找很多地方去做買賣 什麼什麼 就是什麼地方都有去過 我以前家是很開放民的 但是開放給什麼人 這是什麼人都有來 我的家做 很多都是黑道的 黑道的東西我們從小就知道很多 一方圓圍不了頭的東西都不能碰 大樓也是不能碰的 黑社會也是不能鑽的 滿頭白髮 何言馳暮的建偉師兄 真的想不到過去的他 是這位老到長頭長的古惑仔 對中學畢業 就對個個部務正業 想不到一整天做這個後 並嫌全年無休的全職志工 當年是我們香港的靜師堂 在九龍堂 我們每個星期一天 就是這個時候 九點多就出發 就收一整天的玩法 我們香港人很奇怪 九龍堂跟香港人 隔的只是一個海很小的地方 但是真的不同 九龍的人比較粗魯一點 上港島比較西人 不知道怎麼 怎麼樣會怎樣 但是真的 港島的西松 跟九龍的西松不一樣 他已經拿很多出來 這個細節 在這裡弄了很多個 你看 還有金屍宇 他很用心 裡面 也有他們的回收商 但是 我們的很多 比他們的多 鄰居 他們也差不多支持十年了 以前都從族家去收的 現在他們也很好 就有回收桶 然後他們就直接放在裡面 你知道他們屋院自己 我們沒有放回收 支援回收桶 這個是屋院他們擺的 那塑膠方面就給我們收 對自己的社區 開始推動環保 透過管理委員會 清潔工作人員 只會收不到很多寶特品 為了檢查本素量 不要污染土地 環保自公園 無所求的付出時間和體力 對東帝人來說 是這件不簡單的事情 謝謝你支持環保 我們會盡一份努力的 剛才還是報導我們支持環保 是你在支持環保 謝謝 大家來支持 好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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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他準備 準備水給環保菩薩喝的 你看我們 會的世界多多關懷 超氣憤的 哈哈哈哈 今天不知道是什麼 每一次都不同 猜猜看 可能是檸檬 蜜糖 等一下猜猜 他們一起來 好 出貨 剛剛開啟做週約環保的時候 就沒有那麼多點 沒有那麼多點 有一些大德就知道我們做環保 就打電話快樂氛圍 他去住在樓上 這一個家庭 他就叫我們來收 就收他一家人 他一家人 我們每次過來 他是兩小袋 就送過來 我們來的時候就是怎樣收 他們那個屋園的管理 看到 你們是收什麼的 收環保 你們怎樣都來收 我們有做環保維收 但是那個維收商 叫他都不來的 每一次叫他都不來 我們堆了很多 沒有地方他都不來 為什麼你們怎樣做 也覺得那麼開心 我叫他們來做 他們一點都不開心 也不來做 每禮拜日 前位師兄跟一頓說 開環保車穿梭在九龍區 網球場 高爾夫球場 學校 服飾店 要關在一天以來 修完二十幾個環保店 因為事故不好停車 所以鐵仔的速度 都是一大考驗 我們希望多一點 師兄過來幫忙 多一點師兄 師姐可以參與 所以就 車頭只有兩個位 不夠 有一些點是挺體力的 只要三個車都沒有 滿車也沒有 什麼都沒有 就只要接兩個 很慢熱的時候就很恐怖 沒有參與還沒有冷氣 我們是怎樣做了一年多 盧勇達始終是不差 就是他父親 就是他裝的 哇 哇 我是台灣的時候 跟上年面前說 我就畫個樣 上年我回去香港的時候 我再講兩個籠籠 上年都說你不要了 我不是叫你這樣 你兩個做就對了 那個時候去 搞定說 將錢就可以了 不要什麼了 原來不是這樣 喜劇不是這樣 叫你進來做才對的 你好 你好 他們一個晚上都是 坐上去給我們吃 給你們吃 水果給你們吃 水果給你們吃 尾翅來頭的水果 蛋蛋都給我們吃 這個尾翅西松 它是我的小雞 但是它是我的現技師 我雜訊很多 他都看到 他看到都提醒我 提醒我之後 要問我 我怎樣說 你會不會不高興 我說太高興 有人跟我說 這是真的太高興 真的 你要多多跟我說 你看到我有什麼不對的 真的 大家學習 學習 大家學習 真的 因為我感覺我們都是 進來有一個 同一個方向就是修行 去年體檢的時候 就發覺心體有一點點問題 我就 然後就 人真的比較容易累 醫生就是說 我就 有一些問題 心臟 就我去檢驗檢驗 但是要開刀 又什麼什麼 我就不想 現在去看那個 塞衣 53歲 健衛師兄 正直壯年 但是過去的生活習慣 造成他的後遺症 一直一直感到做股神經痛 氣喘孤寂 也反覆發作 最近又檢驗出腎臟毛問題 讓塞衣 都很歡樂 為什麼很多人都說 我不行 我在分為本東西 你不行啊 為什麼我不行 我自己也不知道 但是他們不在的時候 我也這樣 應該他們想 想我做久一點 但是想是沒有用的 我想不到的 求要求得不到 想要想不到 能做就做了 做對的事情 做對 差不多一年多了 一年多知道 他有時候腳會腫 還有腎臟會 功能不太健康 都有到處在看醫生 其實滿心疼 他熱愛環保 而且都很堅持 還有可能 因為從早到晚 這個禮拜一的志工 都會比較 比較難接引 所以他們都是 一定要倒飛到不可的 他一天都在這裡做 好像有時要七萬都買 有去中午 到了三四前才七萬 晚上有零晚餐回家 所以就看 哇 你現在做得很好 所以 如果有空 都會出來幫他 我中了奇蹟之前 就長長頭髮 到了這裡 跟著的時候是 不同顏色 什麼 有一個時候是 啡啡的 有些有甘甘的 去了台灣回來之後 回來的是很大的感觸 尚人對那個暗體 那麼有要求 我在想 他對原體 我們奇蹟人的要求 其實 因為來就奇數 就 然後就奇蹟走了 外表很容易 但是我當然是追求 不行 外表 但是希望 能成為一個 合格的持續人 他們都做了 這裡 這裡 我的媽媽就睡在下面 開車的時候就說 嗨 老媽姐 我的媽媽是 不懂得叫孩子 很懂打孩子 她常常打我們打得很兇 小時候打得很兇 但是 年紀大了 年輕的時候 就每一個人的反叛 就是做了很多事情 令我媽媽傷心的事 令她很傷心 所以這個影響我很大 這個影響我 我從小都不希望 我的爸爸媽媽為我出生什麼 我媽媽是我美孚環保 前幾天 正式開始之前 前幾天走的 前三天左右 前四天 走的 這個很奇怪 如果她沒有走的話 我 不是每一個身體晚上都可以去 因為她走之前 三年來都是 很多時候都有看醫生 開車 請她去看醫生 吃飯 什麼什麼 身體晚上 很忙 這位師兄 沒想到媽媽傷心 現在單純的裁員世界之後 為了安定家庭 她漸漸躲在黑社會 也改掉吃粉 喝酒和白酒 我以前也開過激情車 就是這樣就是影響我家的事情 開激情車的時候 有一些時候真的去做商業 但是有一些時候是 我們說一下要用來送貨什麼什麼 因為又有一個盡當的經驗的身份 我們送貨都放在這個車後面的座位底下 有一次我們在金沙咀週一的時候去收完保 就是有一個警察過來要開佛單 我就跟她說我們全部都是職工 義工沒有員工 她的看左看看右看看 好走 比以前當然 我現在見到警察當然不怕 還可以跟她開玩笑 開心得多 也不怕警察 快到美芙了 這裡是美芙很大的社區 美芙環保點是九龍區第一個夜間環保點 對2010年5月成立之後 在很多人的帶動 附近的居民 市場的清潔人員都會主動來參加 現在每星期五的晚上 天橋下都集滿了做回收分類居民 你是環保啊 你都是祝福啊 祝福你啊 祝福你啊 祝福你健康 沒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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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這樣說 他們那些很光淨啊 我感恩你啊 哎呀不是 感恩你 我賭到上都來 很好很好 地球也感恩你 他叫我加西仔 我加西仔是我主組的副組長 剛剛開始的時候 然後就這邊有個委員房 然後就在那邊掀導啦 就是派那個槓張啦 然後就跟他們說 其實為什麼出來 其實就是殺人說嘛 一直做就對了 一直這樣開始 每一個人都自動分工 每一個人都自己做事 我的想法就是 我們推動環保 持續就推動環保 我們就做給人家看 我相信香港人是很愛心的 我們就幫東西啦 什麼什麼 我們幫十根 他們就過來幫一 我們幫一根 那你們都有幫手咯 為什麼你要幫我 哈哈哈 幫姿子嗎 幫姿子 對 幫姿子 所以做環保是應該的 如果地球忙了 人在哪裡生存呢 就是這個原因 我就過來了 開工的時候把它弄得很安 但是走的時候都清清潔淨 很乾淨 哈哈哈 剛才那麼多東西 我們怎麼樣處理 我們不變魔術 所以有一個好幫手 它們 它是我們的維修室 維修衣服 還有電電器 有陣子過來都是收好少啊 好少啊 不過油費都不能賺回來 沒有什麼所謂的 它都過來 它都堅持過來 沒有什麼所謂呢 就是做聖事呢 做聖事 做慈善 沒有所謂 很用心的幫忙 幫忙我們兩年 感恩是 更深是 從心裡面感激你感恩你 哈哈哈 但是我們做環保 一來不需要用 為了錢 二來三百多塊四百塊 在我們來說都不小 我感覺不小 一點也不小 看見人多比較開心一點 對不對 那麼多人過來幫忙 先給這一邊MTC的 他就知道這是美副送過來 維修商不收 因為炸錢跌得太低了 不收我們就送過來這一邊去裡 塑膠就原來糖 那個玻璃就一個磚頭的 做磚頭的工廠 這位師兄兩年前開始做環保 接下來 在營宿這美容院旁 也生在一個環保店 每一天做環保 從頭到尾都看到自己的改變 他們看著我改變 他們都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就像這條街 他們是有些拍車的 大家都知道他們是什麼人 但是他們都知道有應同 很多都是我家七姐的委員 就有誤起我們 所以他們也有做環保 對啊他們也有做環保 我認識我家七姐的時候 他也不懂得什麼人情是細故 因為我很生氣的時候我罵他 我罵到火都要來的時候 他看著我的眼睛 分倒 有一些時候我就陪著他笑 我真的沒辦法 沒大方法 因為我不喜歡跟人家吵一下 這是怎樣改變了我 他人的單純有那麼清靜 有沒有那麼安靜 沒有好像與這個世界沒有什麼爭 令我很平靜 他最大的感覺就是這樣 我覺得他聰明 我只是他的十分之一而已 因為我又是不聰明的人 所以他很多東西他會再叫我 這一張是他在家裡慢慢在設計的 這個圖是奇蹟的 但是這一邊是我的家想去的 我們過來做環保都是匆匆忙忙 人家都不知道我們在做什麼 但是我做這個依賴膏 做奇蹟的環保的單純什麼東西 我一定我一定有給人家加多一樣東西 就是收看大大電視台 我一定要加的 這個我覺得最很重要 就是因為大台跟其他電台當然不一樣 他針對上演真是高度我們一個精確的人生方向 這個在香港這個地方好像一個大煙光 發發落落什麼都有 但是很多人都移民忙忙 所以看到海台應該會正發人心 那個社會更加強 這個真的覺得可以做得到 過去的廖堅衛師兄是九龍區的古惑仔 開家庭車是為了要掩飾身分 現在他由完開車穿梭在九龍的大街小巷 這是家庭車變成了環保車 現在變成全職的慈激之光 他現在上台的環保 就是希望香港的設計都是主持人 讓香港變得越來越好 曹根菩提請感聞大家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其實他跟我一起這麼久 因為我有一段很長的時間 令到他完全沒有煩惱 直到我有一年身體不好 我就會覺得 察覺到 咦 我可能會走的 可能會不在這 那時候就開始給他自己去獨立 去做很多事情 但是走來走去 原來我都還在這 那很多事情就給了他做 那都辛苦了他 那都辛苦了他 就是說真的辛苦了 真的